原标题 军事实力非常强大 特别是他的君王 能征善战 堪称是当时唯一能抗衡秦国的君主 但是这位国君却没能与秦国对抗 就被自己的儿子害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战国初年 有一场著名的军事改革 后人称之为不服其事 他的发起者 就是那位唯一能抗衡秦国的赵武陵王 赵武陵王迎姓赵氏 明雍 是赵国的第六代君主 于公元前三百二十六年积位 当时赵武陵王只有十八岁 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统治危机 秦 楚 燕 齐 为出瑞士个万人来会葬 想趁机灭掉赵国 年轻的赵武陵王通过军事 外交手段 将这场危机化解 并得到了各国的承认 利用天下大乱 各国无暇顾及赵国的 机会 赵武陵王大标阔阜 进行了服服其舍的改革 当时 各国都以步兵 车兵作为战场上的主力部队 而赵国经常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交战 发现胡人的骑兵非常厉害 于是赵武陵王最下令一壶服改兵制其骑设 经过一番改革 赵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赵武陵王开始率领骑兵征战天下 王略中山帝 至宁家 西略胡帝 至于中 灵狐王建马 接着 赵国不断对战国第八重的中山国用兵 最终将其灭掉 经过一番征战 赵国的国土增压了不少 赵国成为战国中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之后 赵武陵王为了专心对付秦国 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王子和 及赵惠文王 赵武陵王是这么想的 玉令子主治国 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帝 而玉从云中 九元直男习秦 为了解秦国方面的情况 赵武陵王还化妆成使者 前往咸阳 亲自 观察地理民情 事后秦人大惊 就在秦国担心赵国的入侵时 赵武陵王却突然死了 而且是被儿子囚禁恶死的 他的死 和一位角色美女有关 赵武陵王的第一任王后是韩国的女子 生下了长子公子张 还被立为太子 公元前三百一十年 赵武陵王在巡游时做了一个梦 看到了一位角色美女古琴唱歌 于是赵武陵王就把这个梦和大臣们说了 树眼所梦 想见其状 大臣吴广听说后 就把自己的女儿梦瑶 献给了赵武陵王 赵武陵王很喜欢梦瑶 赵国人称之为吴娃 后来吴娃为赵武陵王生下了一个儿子 即王子张 有道士自古红颜多薄命 九年后吴娃病死 赵武陵王很伤心 于是 改逆吴娃所生的王子张为太子 并将王位传给了他 公元前二百九十五年 赵惠文王召见群臣 此时已经成为赵主妇的赵武陵王 看到长子站在朝臣的队伍中 内心十分复杂 他感觉自己对不起长子 赵武陵王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他居然想把赵国一分为二 立长子为代王 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实行 同年 赵武陵王前往沙丘宫 这时候长子作乱 杀死了非裔 拥护赵惠文王的大臣文训后 乃起四亿之兵入巨南 沙公子张及铁布里 灭其党贼而定王室 走投无路的公子张 逃到了附近的宫里 赵国的大臣们发兵围困 公子张死后 大臣们认为 以张固为主妇 及解兵 无数遗异 于是 在赵惠文王的默许下 大臣们继续包围沙丘宫 三个月后 赵武陵王被活活饿死 参考资料 一史记 二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